HELLO 大家好 在智慧型手機和平板普及之次 現在每個人的手機裡 都免不了有些可用來美膚瘦臉的APP 而今天我們就來看看P圖的始祖Photoshop 又是如何來處理人像修圖 我們會談到的工具和主題 包含了修復筆刷工具 折射片美膚技巧 表面模糊濾鏡 高低頻磨皮 以及液化濾鏡 說到人像修圖 就不能不提到Photoshop裡一個元老級的工具 也就是修復筆刷工具 這個工具跟紡織印章的使用方式完全相同 而兩者的差別 在於紡織印章是原封不動的 將來源影像複製到目的地 而修復筆刷會自動調整來源影像的明暗與色彩 使其能夠更自然的融入背景 因此也更適合用來進行人物皮膚的美化 為了保持原始影像的完整 以及更加的邊修彈性 我們可以在使用修復筆刷前 先新增一個空白塗層 我將它命名為修復筆刷 並且將取樣的樣本指定為目前及底下的圖層 至於筆刷的大小 我們可以按住alt和滑鼠右鍵不放 左右拖曳可以控制筆刷直徑 上下拖曳則可以控制筆刷的硬度 接著我按住control和空白鍵不放 啟用放大鏡工具 拖曳滑鼠來將畫面拉緊 我按住alt鍵 將臉頰指定為修復筆刷的取樣來源 alt放開之後 再慢慢的將眼袋和鼻梁上的壓痕 利用取樣點的影像覆蓋過去 按住空白鍵不放時 則可以移動畫面 我們可以隨時按住alt鍵設定新的取樣點 來達到更自然的合成效果 即使是臉上的法令紋 對於修復筆刷來說也完全不是問題喔 當然在進行人物修圖時 常有修過頭的情形 導致人物顯得不夠自然 這時我們不要忘了修復筆刷所產生的影像 都位於獨立的圖層 因此我們可以降低圖層的不透明度 來控制皺紋的深淺 如此就可以達到比較自然的效果 另一個常用於人像修圖的工具 叫做污點修復筆刷工具 它顧名思義就是可用來移除面積較小的瑕疵 使用前我們同樣可新增一個空白圖層 並且在工具列勾選取樣全部圖層的選項 這個工具不需要設定任何的取樣點 只要直接使用滑鼠塗抹要移除的痘疤或痣等 Photoshop就會自動修補這些區域囉 處理好臉上的小瑕疵之後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人像修圖的另一個重頭戲 也就是大家常聽到的美膚或磨皮 在早期數位後製還不是那麼普及的年代 許多人常會採用模糊濾鏡 搭配遮瑟片的概念來進行合成 具體的做法是將人物複製之後 先套用像是高濕模糊類型的濾鏡 將強度調高到皮膚看起來很平滑的程度 再按下確定 由於人物此時的五官頭髮等也跟著變模糊了 因此我們可以在塗層遮瑟片的選單中 新增一個黑色的遮瑟片 來隱藏目前的模糊塗層 接著我們啟用筆刷工具 色彩設為白色 然後使用筆刷塗抹的方式 將美化好的皮膚塗在我們想要的位置 你可以把遮瑟片想像成是一個面具 凡是白色的範圍都是面具覆蓋的區域 也就是模糊塗層的內容 而黑色範圍是面具沒有覆蓋到的地方 因此就會顯露出底下清晰的原始影像 除了傳統的遮瑟片技巧之外 Photoshop也有一些較為聰明的模糊濾鏡 例如表面模糊 它可以在模糊影像的同時 自動保留臉部的影像細節 臨界值越高 則模糊的範圍也越大 無論是傳統的遮瑟片 或是表面模糊濾鏡 雖然它們操作簡單 效果明顯 但是它們都有著共同的缺點 就是在高解析相片中的人物皮膚 會失去原有的紋理細節 而顯得不夠真實 儘管有些人嘗試使用雜訊濾鏡 來減低這種平滑感 但整體而言 卻很難達到令人滿意的效果 而過去這幾年 許多Photoshop的使用者 在進行人物修圖時 紛紛投向了一個名為 Frequency Separation的技術 它的中文直譯是頻率分離 也有人將它翻譯為高低頻膜皮 而它也是目前公認效果 最自然的一種美化皮膚方式 說到頻率 一般人都會將這個名詞 聯想到與時間相關的事件 像是一分鐘心跳多少次 或是聲音每秒的震動次數等 不過在這裡所採用的 卻是空間的概念 也就是在一個固定的範圍中 影像變化的劇烈程度 如果我們將一張影像 簡化為高低兩個頻率的話 低頻所包含的是那些大面積的色調 漸層、明暗等 而高頻的影像 則包含了顏色反差較大的細節 例如物體表面的紋路質感 網路上也曾經流傳過一個錯覺影像 就是一張照片近看像是愛因斯坦 而遠看卻是馬力聯夢露 其實它的原理就是一張綜合了高低頻的相片 只是人眼在不同的距離觀看物體時 能感知到的影像細節也會有所差異 所以將高低頻的概念應用在人像修圖時 基本上就是將皮膚上的毛細孔等紋理 保留在高頻塗層 然後再針對低頻塗層的內容 也就是皮膚中不均勻的顏色分布 進行柔化處理 使用這種方式便可以在最大的限度下 保持真實的皮膚質感 使修圖的結果更加自然 在實際操作時 我們可以將背景圖層 利用快速鍵Ctrl加J 複製出兩個圖層 接著我將底下的圖層 重新命名為低頻 上面的圖層命名為高頻 然後將高頻圖層暫時隱藏起來 我們先來製作低頻的影像 如同先前所說 低頻主要包含了大面積的色調和明暗變化 因此使用高絲模糊濾鏡自然是取得低頻影像最簡單的方式 我在對話框中略為增加高絲模糊的強度值 大約能到隱藏毛細孔的程度之後 再按下確定 至於高頻影像的製作則稍微複雜一些 因為這邊必須運用到兩種混合模式的概念 其中一個是減去 減去的目的是將高頻影像從原始圖檔中抽離出來 它的原理是將上下兩個圖層的像素數值相減 以這張RGB等於255的白色背景來說 減去上方圖層的白色飛鳥 所得到的結果就是RGB等於0的黑色飛鳥了 而另一個會運用到的混合模式是線性光源 使用這個模式的目的是要讓高頻和低頻合成為一個影像時 畫質能夠忠實於原始的圖檔 它的基本概念是將上方圖層視為一個光源 如果光源的色彩月亮 則連帶的會使底下的影像也跟著變亮 反之則越暗 OK 我們實際來操作看看 我將高頻圖層設為顯示的狀態 並且執行一個叫做套用影像的指令 這個指令可以讓你直接指定你要混合的圖層 以及你要套用的混合模式 我將混合模式設為減去 而減去的對象則是低頻圖層 此時你會發現減去的結果 會使高頻圖層變成一片漆黑 與低頻影像重疊時也沒有辦法恢復為原圖的外觀 因此我們可以逆推線性光源的計算公式 將目前的像素值除以2 再加上128 如此就可以成功的抽離出高頻影像 同時當我們將高頻影像的混合模式 設為線性光源時 合成的結果與原始圖檔也是完全相同的 OK 當高頻圖層已經成功的保留住皮膚紋理之後 我們就可以針對低頻圖層開始進行美化的工作 我開啟快速遮色片來協助我設定美化的範圍 我對著快速遮色片連按兩下滑鼠左鍵 將遮色片所代表的色彩指定為選取區域 按下確定 接著我們就可以利用黑色的筆刷 來塗抹要柔化的範圍 使用快速遮色片的好處是我們可以清楚地掌握筆刷的大小和硬度 也因此省下了設定選取區邊緣與畫的麻煩 當關閉快速遮色片時 這些遮色片的色彩會轉變成選取區 這時我們可以執行高濕模糊濾鏡 並且將強度值調高 使皮膚的色彩能夠平滑均勻 完畢後再執行取消選取就OK了 這些步驟乍看之下也許有些繁瑣 不過如果能善加利用快速鍵 會使整個流程加快不少 像快速遮色片的快速鍵是鍵盤的Q 重複執行上一次的濾鏡是Ctrl加Alt加F 而取消選取的快速鍵則是Ctrl加D 當然人物修圖並沒有固定的標準 要修到什麼程度 基本上是取決於個人的主觀與美感 不過善用這些指令與工具 卻可以讓你在進行影像後製時 享有更高的自由度來實現自己的想法 OK 當低頻塗層美化到一個段落之後 你可能會發現某些細小的瑕疵 其實是存在於高頻塗層 如果遇到這種狀況 我們可以將高頻塗層選取起來 並且啟用污點修復筆刷工具 取消勾選取樣全部圖層的選項 然後就可以使用滑鼠將它們直接塗抹掉 而如果你想要比較修圖前後的差異 你可以按住Alt鍵不放 點擊背景圖層來檢視原始影像 再點擊一次就可以顯示所有圖層 來比較修圖後的結果 影片的最後 我們來看一下Photoshop知名的異化功能 也就是許多人拿來減肥瘦身的神器 使用異化濾鏡之前 我們可以先利用Ctrl Shift Alt加1 來將目前所有的圖層 合併至一個新圖層 然後將這個新圖層 利用滑鼠右鍵轉換為智慧型物件 接著再打開濾鏡選單 來執行異化指令 早期的異化指令 主要是利用筆刷推擠 或是使用縮攏 膨脹工具 來美化人物的五官 你可能也看過一些失敗的範例 像是在進行異化修圖時 連同背景也一同被扭曲了 為了避免這種情形 你可以在進行變形之前 先到左側的工具列 啟用凍結遮瑟片 來繪製所謂的保護區 如此在進行指尖工具 進行推擠時 紅色的範圍 就不會受到變形的影響 而在變形完畢之後 我們就可以再使用橡皮擦 來移除所有的遮瑟片 在較新的Photoshop版本中 異化濾鏡也加上 目前很常見的臉部偵測功能 因此我們可以不用再 小心翼翼的推擠 只要輕鬆的拖移五官附近的控制點 就能完成人像照片的潤式 最後 由於我們先前已將此塗層 轉換為智慧型物件 因此異化濾鏡 是以非破壞性的方式 來修改影像的 也就是說 我們可以在塗層面板內 對著異化 連按兩下滑鼠左鍵 就可以重新開啟異化濾鏡 來接續先前的編輯囉 OK 那今天的Photoshop介紹 我們就聊到這裡 我們同樣下回再見 拜拜